我们一家来 来Costco逛一下 主要家里有鸡蛋牛奶 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这次有一个多月没来了 开学的时候再买吧 这次购买了 这个家里用完了 来囤一下 这好重的 我去看一下桃子 小大小宝去洗手间的 小宝喜欢冲黄桃 买一个吧 我老公说买个西瓜 5.99 等一下你挑好了我来拿吧 你所不能拿那么重的东西 我来我来我来 我今天本来想买 5花豆的 但现在就剩最后两盒了 都很肥肥的 排骨也就剩最后两盒了 也没得挑了 看来买菜也要赶找啊 羊腿 捡5块 来放下去 我们家 我们家安妮和弟弟 最喜欢吃这个当早餐 做那个三明治 旺盛节的衣服都出来了 刚刚试吃了一下这个牛肉 我老公觉得还挺好吃 好像是阴熏的 你刚刚试吃了一个披萨 所以叫我给他买一下 哦这里好冷啊 放下面吧 再放到上面那个冻包地底的 一个多月没有来 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鸡蛋啊 牛奶啊 黑根都没有了 哇 哇好重啊 你现在现在放不下来 放不下来 放不下来 鸡蛋也只有白色的 那边上头都斩架了 花轮超市 腿一包吧 我们现在基本上东西都买起来 就是家里盐和油都没有了 可能就撑不到一个礼拜了 什么 盐和油啊 我家弟弟看到车子又走不动了 企图拖着我去买 反正我就不去 对 看到他看到这个车子 我们就是看一看好不好 这个在捡价 我见到 做了茶叶蛋给小朋友吃 你要吃几个 好 要不要拿条干 不要 为什么还烫 因为我保温了 因为我保温了 你自己拿 自己拿 妈咪今天中午跟他们说 球菜饺子好不好 我来玩去吃 我妈咪吃 这 你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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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虾仁 好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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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点油 我们家小宝 上个礼拜 他有一天起床的时候 他自己突然就觉得 手上涨了水泡 然后脚上也涨了水泡 然后手术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嘴巴里有水泡 他突然就想着 这是手足口 这是手足口病 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儿科医生 然后医生就让他在家里 说没有什么药 就是可以需要帮助他的 就让他在家里 就是自己会康复的 后来呢我就把他隔离在房间 就吃了呢 我就把他送到那个房间门口 这几天就是 本来呢这包饺子事情都是小宝做的 搞得我最近都好忙啊 说是水泡消了以后就可以去了 就可以出门 他现在基本上就 前天呢就说自己好多了 家里就这么多虾了 不然下来还可以再多翻一点 下次我要自己学擀那个饺子皮 我不会擀饺子皮 等下吃完饺子 准备到孩子们去骑车 猪油 我就放了点盐蘑菇筋 还有醋 再挖一点猪油就很伤了 都快吃完了 我家小朋友还喜欢放点海苔碎 吃饺子啦 吃饺子啦 吃完饺子我妈妈带你去买个行车好不好 烫啊 妈妈吃 好了 弟弟快吃 吃完这骑车 我带他 好 这是我弟喜欢的 好 好 我带他 现在好机器 这个 我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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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孩子买的安全帽 好像都小了 在网上又紧急订了一个 回家应该就差不多收到了 看弟弟还把屁股抬起来 看安妮的力气不够 弟弟打 弟弟已经骑上去了 安妮穿不上去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用力 用力 你脚一蹬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脚一蹬就可以了 安妮你脚一蹬 脚一蹬 他就上去了 妈妈 等一下 你怎么被鼓子 给我 哎呦 一点点不安妮 就起不动了 骑车骑累了 坐一会儿 好 怎么样 干不干好 弟弟喜无起来 这个颜色 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我老公在家哦 放单,爹地上次去急诊的